呼列纳有些焦急的导 真不知道你的老师是怎么教你的 领域类技能当然重要 一般来说只有在魂师达到封号斗罗境界 第九个魂技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 而且出现的几率也只有十分之一 领域类魂技又称之为极品魂技 除了在封号斗罗那个级别获得以外 就只有五魂的天赋技能有可能出现了 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内 自己的实力会被放大 而对手的实力会被压制 如果应用得当 效果将是极其恐怖的 说到这里 呼列纳停顿了一下 用陈宁的语气继续道 而且天赋领域会随着自身的实力提升 而不断进化 比如杀神领域就会随着杀气的增强而增强 唐三的神色变了变 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呼列纳深吸口气 眼中流露出犹豫的光芒 半晌后才说道 因为我就认识一个拥有杀神领域的强者 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 不然我为什么会到这个恶心的地方来 唐三看了一眼他手中装有血腥玛丽的杯子 恶心 我看你适应得很好 呼列纳秀眉微皱 眼中血红色的光芒明显增强了几分 这不是适应 只是喝了它会让我的心情平静一些 也不再那么倒动了 看在你告诉我杀神领域这事的份上 提点你一句 在这杀戮之毒内本身是有毒的 你喝的东西喝的越多 中毒就越深 那是一种隐藏在血液中的慢性毒药 我不知道创出地狱路 离开这里后会有什么效果 但我可以肯定 这种慢性剧毒应该会受到地狱路的影响 千余年才有八人能够离开这里 这不只是地狱路本身的恐怖 恐怕这种剧毒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啪 杯子掉落地面 鲜红的液体洒落 胡列纳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有毒 他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唐三 唐三淡淡地道 我仔细地研究过 这毒开始并不出现在血液中 而是在空气中 受到空气中毒素的影响 以及自身杀气的激发 就需要鲜血来平复躁动 久而久之 恐怕就会上瘾 这血液里的毒会令人兴奋 甚至令人变得更加强大 可其中剧毒一旦被激发出来 恐怕没有人能抵御得了 你中毒还不深 停止喝血 还有得救 如果你再继续下去 恐怕在地狱路 你就不是我的伙伴 而是给我制造麻烦的人 将这些告诉胡列纳 当然不是因为唐三感激他 说出了杀神领域的事 从胡列纳的话语中 他听得出 这个五魂殿的黄金一带 并没有对自己说谎 也没有蒙骗自己的意思 那地狱路显然并不好过 所以唐三才将他已经中毒的事情 告诉他 在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没有敌友一说 只要对自己生存下去有利 就毫不犹豫 一切都要等到能离开这里再说 从如意百老囊中 摸出一粒药丸扔了过去 唐三道 如果你信得过我 就吃下它 大约三天的时间 你会有些拉肚子 逐渐将体内毒素排空 如果你不相信我 那么在地狱路 我们也不需要合作了 我不希望自己身边 随时跟着一个定时炸弹 看着唐三那平淡而压抑的眼神 胡烈娜接过药丸 毫不犹豫地扔入口中 转身朝外面走去 一边离开 他最后一句话 飘入唐三耳中 我相信你 也请你相信我 因为我们都需要活着离开 三天后 地狱杀戮场 轰 最后一名对手 在唐三的浩天锤下 抱头而亡 哪怕是他 此时也不禁高高地举起了自己的双手 毫无保留地 释放着全身恐怖血腥的杀戮气息 一百场和父亲的约定终于完成了 近乎十字般的杀气 在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偌大的场地周围 大量的观战堕落者 在他身上释放的庞大杀气作用下 竟然鸭雀无声 修罗王三个子 就像是死神的象征 这一点与上一场比赛最后的胜利者 地狱使者 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是完全一样的 每个人都认为 修罗王是最可怕的存在 因为他的对手 从没有一个能够留下全尸的 甚至是头颅 不论死活 修罗王总会习惯性地 采爆每个敌人的头颅 来确保自己的胜利 杀气和实力或许不成正比 但此时的唐三 却是杀戮之都内 任何人都不愿意面对的对手 恭喜你 年轻的修罗王 低沉的声音 突然从四面八方传过来 唐三身上释放的杀气 竟然在这声音响起的一瞬间 倒灌而回 被重新压入到他的体内 令唐三脸色 顿时变得一片苍白 地狱杀戮场内的气氛 顿时升腾到极致 因为半空中 一道血红色的身影 正在从天而降 杀戮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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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声令堕落者们喊哑了嗓子 可他们却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 唐三心中凛然 目光朝着半空中 那星红色身影望去 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全身都包裹在一件巨大的星红色披风之内 苍白的脸色 一双完全血红的眼睛 身体从空中徐徐下降 似乎根本不需要受到地心引力的限制 同样的一幕 唐三在父亲身上也曾经看到过 他可以肯定 这位从天而降的杀戮之王 绝对是一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悬浮在半空中 距离地面五米的地方 沙漏之王停止了下降 从空中俯视唐三 那低沉却尖锐的声音再次响起 有请地狱使者 地狱杀戮场另一边的大门开启 此时双眼已经近半血红 气息明显因为自身杀气而不云的胡莲娜 缓缓走了过来 当他的目光注视到唐三身上 自身的气息才变得稳定了几分 杀戮之王的目光 落向地狱杀戮场的观战台 我很高兴 在今天见证的两名杀戮场强者的诞生 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出现过的百圣 在两名年轻人身上展现了 他们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实力和恐怖的杀气 令你们在颤抖是吗 我的子民们 是 是 杀戮之王身上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 令所有堕落者在见到他之后 都会产生一种近乎疯狂的崇拜 从他身上 唐三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甜心气息 令人有些陶醉的气息 可惜 对于他和胡莲娜来说 这种影响并不算很大 杀戮之王低下头 看向唐三和胡莲娜 修罗王 地狱使者 感谢你们又让我感受到了激情的存在 百圣很好 为了表彰你们的成绩 我决定破格授予你们杀神的称号 从今以后 你们都可以自行出入杀戮之都 并且被理聘为自我之下的杀戮之都客卿 不用走地狱路了 唐三惊讶地看向胡莲娜 正好发现胡莲娜也在看着自己 两个人目光中都流露出了疑惑之色 这杀戮之王在搞什么鬼 不经过地狱路就受予杀神称号 唐三和胡莲娜无疑都是聪明人 都拥有头部魂骨 两人的眼神只是交流了一下 就明白了杀戮之王的用意 走地狱路无疑是极为危险的 但在危险的背后却有杀神领域 这个巨大诱惑的存在 眼前的杀戮之王显然是不希望他们获得杀神领域 胡莲娜率先开口 不用了伟大的杀戮之王 不能因为我们而破坏了杀戮之都的规矩 我愿意通过地狱路的考验 再获得您的赏赐 我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从这里走出去 成为真正的杀神 杀戮之王眼神一凝 地狱路的恐怖恐怕你并不知道 地狱使者 我希望你明白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胡莲娜冷笑一声 伟大的杀戮之王 您和我谈生命 是不是有些可笑了 这里是杀戮的世界 更强的红光从杀戮之王眼中 一闪而逝 他的目光转向唐三 那你呢 你愿意接受我的封赏 成为杀戮之都的贵宾客卿吗 唐三淡然一笑 我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走一走那地狱路 杀戮之王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请开启地狱路的入口吧 我愿意和地狱使者 一同通过这次考验 杀戮之王脸色骤然一变 你们要联手通过地狱路 难道你们忘记了自己的出身 胡莲娜冷笑道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与其两个人都死在地狱路之中 为什么不都活着出去 成为真正的杀神 我们之间的事 就不需要您来操心了 伟大的杀戮之王 请您按照杀戮之都的规矩行事吧 一圈圈淡红色的光运 从杀戮之王身上释放而出 如果不是因为心中有所顾忌 他早就将眼前的两个人 随手毁灭了 以唐三和胡莲娜 现在的实力 在他面前 只不过如同蝼蚁一般 但他不能那么做 因为他怕 怕杀戮之都 因此而覆灭 这阴暗的世界 虽然有所凭借 可如果招惹了唐三和胡莲娜身后的人 那么 恐怕 也将随之轻覆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走一走地狱路 地狱路上作伴 也是一次不缩的旅行 如果你们能够通过地狱路的考验 成为新一代的杀神 还请代替我 向你们的长辈问好 杀戮之王的语调明显变冷 甚至还带着一丝讽刺的意味 地狱路真的是那么豪闯的吗 就算你们是两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浓浓的红色雾气 从杀戮之王身上骤然释放 庞大的气息 逼迫着唐三和胡莲娜不得不飞快后退 一直退出数十米才勉强能够承受得住 杀戮之王身上释放的并非杀气 而是极度邪恶的气息 令人骨骼亦要为之僵硬的寒冷 邪恶冰冷的红色波纹缓缓散开 几乎是几次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弥漫到了全场 观众席上坐着的堕落者们 一个个都出奇的兴奋 他们都希望看到地狱路开启的样子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除了杀神和杀戮之王以外 从没有人见过地狱路开启的样子 因为见过的人都死了 或者说都成为了地狱路开启的祭品 唐三和胡列纳很快就发现 从杀戮之王身上释放出来的红光 虽然带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但那红光却并非针对他们 而是朝着周围的看台而去 原本疯狂欢呼的堕落者们 随着红光降落在观战台上 逐渐变得安静下来 每个堕落者的眼神都逐渐变得呆滞 再有呆滞变成冲血的红 时间不长 从那红光在整个地狱杀戮场上 形成一个巨大的屏障时 痛苦的惨叫声 开始从最先接触到红光的人身上响起 受到红光影响 那些堕落者仿佛像是疯癫了一般 拼命地抓着自己的脸 自己的身体 能够在内成存活的堕落者 大都是有一定实力的 此时他们将自己的力气 完全作用在自己身上 甚至那声声惨叫中 还包含着极度兴奋的快感 似乎在这自虐过程中 得到了无限的享受似的 皮肤饭卷 鲜血四射 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内脏 都从体内掏了出来 整个疯狂直到生命的终结 才会停止 像这样变化的堕落者 越来越多直到蔓延全场 尽管唐三和胡莲娜 都在这杀戮之都 经历了无数场杀戮 可面对眼前这种大规模的恐怖局面 两人的脸色 还是不禁一片苍白 体内杀气 越来越有压制不住的感觉了 对视一眼 胡莲娜 分明从唐三眼中 看到了一道强烈的力气闪过 只要是人 只要稍微有一次人性 看到眼前这一幕 也必然会对杀戮之都 充满了憎恶 鲜血洒落地面 开始凝聚 大量的血液 如同一条条小溪 顺着观众席下 不起眼的细小管道 向杀戮场中央流去 清晰可见 无数蜿蜒的红色液体 如同一条条小蛇般流入场内 唐三的拳头 不自觉地攥紧了 浓重的杀气 不断在体内迸发 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能够成为地狱路开启的祭品 是他们的荣耀 杀戮之王低沉的声音响起 此时惨叫声已经逐渐停歇 除了唐三 胡列纳和杀戮之王以外 在这里似乎已经再没有一个活人 血流入场 并没有直线蔓延 地面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道道凹槽 血流注入其中 渐渐地在地面汇聚成一个巨大的血红色头 此时 唐三和胡列纳就在这图案其中 很难看清其全貌 但二人都拥有了一块头部魂骨 精神力远比普通魂尸强大得多 不约而同地闭上双眼 精神力释放在空中 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他们发现 那由鲜血凝结而成的图案 竟然是一只类似于鸟的生物 只不过看上去有些奇怪 并不像普通的鸟那么简单 这究竟是什么 就在唐三心中疑惑的时候 突然那只鸟的眼睛亮了起来 唐三与胡列纳的精神力 几乎在一瞬间就被搅得粉碎 庞大的红光冲天而起 瞬间将两人的身体席卷在内 周围的一切感知都变得模糊起来 只有杀户之王那低沉尖锐的声音在耳边回荡 祝你们在地狱路好运 在精神力被搅碎的一瞬间 唐三终于想通了那鸟形图案的样子 蝙蝠 那似乎是一只蝙蝠的图案 在那血红色的吞噬之下 唐三与胡列纳同时感觉到脚下一空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 所有的感知在这一刻已经被全部封闭 那种自身无法掌控的痛苦 令他们心中都产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们看不见的是 各自身上的沙气汇聚成一层淡淡的白色波纹 将他们的身体保护在其中 如果不是这些沙气的存在 他们在血色蔓延的那一刻 就已经被真正吞噬了 魂力自行释放 在唐三身上 除了那层由沙气组成的白色波纹之外 还多了一层淡淡的蓝色光蕴 与血光中那冰冷邪恶死寂的气息相比 唐三身上释放的蓝光虽然并不强烈 但却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顽强的生命力牢牢地保护着其中的唐三 不但将外界血光阻隔 甚至连那层沙气也被完全隔绝了 因此 虽然现在唐三无法掌控外界的一切 但沙气被暂时阻隔 却令他不需要承受那巨大的压力 身体舒服了许多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震荡 所有感觉重新回复 周围的血光逐渐淡化了下去 当唐三和胡烈娜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二人身处于一座圆形平台之上 这座平台只有直径五米左右 并不大 两人都浮倒在地 他们几乎是同时清醒的 因此目光也是同时落在彼此身上 唐三看到 胡烈娜身上释放着一层淡淡的血雾 双眼已经完全变成了血红色 身体周围白色波纹 不断在波光中增强 而他虽然在看着自己 可身体却在剧烈的惊弱 似乎在承受什么巨大的痛苦 心中一动 唐三沉声喝倒 胡烈娜 清醒点 一边说着 他抬起右手 按在了胡烈娜头顶 一股佩然纯净的生命气息 顺着手掌 传入胡烈娜顶门 在那淡淡的蓝色光芒波动之下 胡烈娜颤抖的身体 渐渐恢复了正常 眼中血色 也随之退去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地狱路前途未卜 多一个伙伴 总比让他疯狂了 拉自己一起毁灭要好 此时此刻 唐三不断地告诉自己 放下对五魂殿的恨意 暂时和眼前这位 黄金一代中的美少女合作 谢谢 口中吐出这两个字 胡烈娜和唐三都吃了一惊 因为胡烈娜的声音 竟然已经变得有些沙哑了 唐三的回答只有四个字 同舟共计 看着唐三 胡烈娜眼中明显多了些什么 目光扭转 调匀自己的气息 这才和唐三一起朝着周围看去 他们都是聪明人 自然不会盲目行事 先观察好周围的情况 显然是最重要的 仔细一观察 两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眼前的情形 比他们想象中还要险恶得多 周围的一切 都呈现出一种淡淡的血红色 脚下直径五米的圆形平台之外 竟然尽是万丈深渊 各位合作者 赢了一切 感谢您的支持 新嘉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